一场双城论坛 柯文哲说 我们就是各自表述 对中国讲这样的话 但是之前 五个月之前 去看独派大佬 怎么讲的又是另外一番话呢 我们要请教天灵委员 柯文哲之前 其实在五个月之前 有访问过独派大佬 那个时候他就表态立场 是跟独派一模一样 声称两岸一家亲 是为了和中国的交涉 不过独派大佬也质疑 柯文哲恐怕是为了选票考量 怎么见人说人话 见不同人又说不一样的话 这就是变色龙 你想想看你如果说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种 跟独派立场一致 他讲到什么 他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跟中国互不隶属 维持台湾自由民主 那就写在你昨天的演讲稿里面就好了 你写在你昨天的演讲稿里面 你过去的这七八年来 被人家认为你是变色龙 被人家认为说你根本就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大家刚才讲到说 你想要占红筒那一块光谱 你把这一段话 写在你昨天的这样的演讲稿 或者是脱稿演出 都洗涮一切 问题是你没有 刚刚大家分析得很好 避重就轻 全部都不敢踩中国的痛脚 不敢为台湾大声说话 这时候还跑去找 这些独派的大佬去要票 你不觉得这样很恶心吗 你真的把这些独派的朋友 当作受嘎的吗 说实在的两岸 民进党从来就没有说不交流 我也担任过中国事务部主任 也用党派的色彩担任过海基会的董事 我们也代表了民进党 也有去中国大陆访问过 问题是 中国已经片面改变他们的政治基础了 习近平在2020年的元旦 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从来都没有过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种情形之下 这样的交流 当然就会像陈时中讲的 他怎么还算客气 他说有意义在办 那也就是说如果只剩下统战的功能 连交流的意义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还要办呢 我的个人看法也是一样 任何的交流是可以来进行 但不能有政治前提 你的政治前提 如果是出卖台湾的主权地位 那这样的交流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直在强调 现在是台湾的机会 全新的供应要来了 我们台湾跟中国的贸易里面 我们现在是占相对的优势 现在台商外资全部都回来台湾布局 所以台南高雄 现在大新土木 我们过去因为世界工厂被他们取代 我们吃尽了苦头 现在不是讲那个江本求利的时代 现在讲究的是 它是干净的供应链 讲究的是文明法治的基础 那才是台湾的优势 所以我要真的跟柯文哲说 台湾人已经免疫了 起码绿营的支持者 对你都免疫了 所以刚才那个年号说 这个黄珊珊要拿到民进党票 拿不到啦 他背后只要站在一个 站在柯文哲 每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 现在讲到柯文哲 哪一个不批评呢 过去支持你是因为基于你是一个台湾 主权意识很强烈的医生 然后可以用五党籍在台北市选举 结果发生被你骗了 你根本就是一个变色龙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会认为变色龙是小 但是你如果未来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是要 站在台北市去看未来总统府选举的话 台湾人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自主管理 不会把票分给你的 所以柯文哲呢 这个想要抢深蓝的选票 就来办这个双城论坛 那想要抢绿营的选票 他就说我是绿营出身的 我以前是墨绿色的 好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们要请教佩议 因为柯文哲之前呢 不只拜见了这个独派大佬 而且呢又自己宴请了13个中国企业的大老板 现在台独联盟就说 你柯文哲就是毫无中心思想吗 包括他之前不是有答应议员说 要提两岸对等尊严 承诺四次 结果有出现吗 完全跳票 我觉得难怪说柯文哲有一个绰号叫做槟榔 就是说他外绿其实内是红 难怪会有这样的质疑 因为柯文哲在面对自己 我们台湾内部我们自己人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强硬 但是他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是有无限的体谅 无限的忍让 然后无限的为对方着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双城论坛 其实在台北市议会上个会期 在做预算审查的时候 针对这一案 民进党团 国民党团 新党党团 不同的党团 我们拉下来政党协商 因为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把它删除 拉下来政党协商 总共协商了六次 最后所有的党团 不同政党 包括国民党 新党 大家都可以认同的一个决议 就是说双城论坛这一笔预算 如果你要用的话 前提一定要是共机停止绕台 两岸的气氛要是好的 也就是说两岸气氛如果不加 共机持续绕台的话 台北市政府你是不能动之这个预算 让你柯文哲来办双城论坛的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 共机有没有持续绕台 有 两岸气氛有没有不加 中国有没有持续的打压台湾 有 结果柯文哲还是 硬要破坏市议会 这个六次政党协商 大家好不愿意得到的共识跟决议 硬要破坏这个决议 硬要来办这个双城论坛 那为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不反对说要交流 可是一般我们讲说交流 第一个 陈生总讲是你要有意义 意义可能是什么 也许双方本来是有敌意的 我们透过这个交流 可以化解敌意 好 那请问双城论坛 有没有化解中国 持续对台湾的敌意 没有 好 就市政的层次来说 如果这个交流 是可以帮助到台北市政的 也许这个交流有所意义 请问办了这么多年的双城论坛 对我们台北市政 有什么样的帮助 通通都没有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就是他延迟中展现出 就幼稚的个性 刚刚林黄哥讲的 他说你有没有本事 就展现的就是柯文哲 他觉得他自己办这个双城论坛 很有本事 所以显然他是为了 自己的政治的筹码 来硬要拿台北市政府 这个政府机关 来办这个双城论坛 那这个论坛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 是我非常在意 也是刚刚林黄哥讲到的 他在讲这个用词的时候 我们平常大家都讲 共机扰台 但这四个字 柯文哲不敢使用 他使用的是什么 他使用的是大陆军机 出现在台湾西南海域 西南海域 是包含到东南亚这块 都叫西南海域 然后他讲的出现 我们一般讲说 老实说 中国军机有越过中线 他完全不敢用 所以我们更加相信说 这个讲稿 绝对就是事前中国方面 上海是看过的 中国同意的 所以柯文哲才这样子讲 那我觉得这更可怕的 因为柯文哲他在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讲说 有啦有啦 共机扰台 我私下都有跟对方反映 说台湾人民不爽 他说我私下都有反映 所以我想问 他私下的时候 他敢不敢讲共机扰台 如果他私下敢讲 共机扰台四个字 可是他在官方的场合 不敢对中国讲出 共机扰台这四个字 代表他是持续的 在做自我审查 你是不是在做自我矮话 你要私底下才敢讲 我公开场合不敢讲 还是说在柯文哲 整个思想跟脑袋里面 他从来就不这样子认为 他不认为中国的军机 越过中线叫做扰台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入侵吗 不认为 他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才在他这个 整个讲稿里面 大家讲说 他是叫做各打五十大板 他说这个叫做 双方已读不回 两边在吵架 可是是什么 事实是从来都是中国的军机 来越过中线 从来都是中国在国际上面打压台湾 从来都是中国单方面的 对台湾有所敌意 不给台湾在国际上面生存的空间 当你面对对方对你施展暴力的时候 你将跳出来变成一个第三方中间的说 你们两个不要吵架 这个真的是有站在台湾的立场来做事 站在台湾立场来思考吗 我觉得难不怪 大家会一直质疑他说 柯文哲就是一个被统战的一个代言人